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大家好久不见了 看到标题就知道 金豪最近给我寄了这支86 然后给我来看一下 然后说实话吧 我也很久没有用钢笔了 我最近都工作比较忙 然后还有忙别的事情了 然后就基本上钢笔这一块的话 我真的是很少再去关注了 或者对或者再买吧 因为笔的话之前都送出去不少 然后现在就疫情嘛 然后就没办法寄 然后等疫情过了 然后再把剩下的笔寄完了 那算是完全脱坑了这样子一个状态了 好首先看一下这支笔吧 这笔第一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碰那个钢笔了 这支笔第一个感觉吧 就是比以前碰到的那个就这类型的一个笔吧 就是亚克力 然后金属帽 就是这类的一个人叫616设计吗 就是这类型的一个设计的话 会给人感觉就是 怎么讲 粗了一点 就相对来讲的话 整个设计员的话更贴合现代的审美 而且就是更贴合现代的使用方式 但是因为我这支海运的话就属于很现代的笔嘛 就也算是我日用笔 反正现在就是到最后吧 真爱还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到就是说整个的笔杆的这些的话 完全就是说出戏 那我觉得就是说比以前的笔更适合 就是说今天拿来使用这样子 当然就说呃用笔这些嘛 你肯定说呃要经常拿来用了 不然笔放在那边的话 我说实话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如果只买不用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吧 尺寸的话 啊 重量啊 重量的话 我们看一下20.76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重量 就说呃 以前的话基本上20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重量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拔帽的拔帽的10.9 那基本上算是非常轻的干笔了 而且像这样子一个出戏的话能达到这个重量的 我觉得就是人家就是比这个轻的应该是只有呃 百利金的m200那呃那支笔 不然不然的话我觉得其他的话不太可能达到这个这么轻的重量 因为要这么轻的重量的话 基本上都要塑脂或者就塑料类的就亚克力等等的这些 那这个笔厂商跟我讲的话是一个用亚克力来做的 那呃 上面的话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上面的那个 呃 光的一个反射了 那像我这只艾成的话应该也是 嗯 毛痕也有不少了 因为经常被我用嘛 然后呃 反正看到大家能看到就是说上面的这个光的一个反射吗 呃都非常清楚了还是很可以的 那如果你说清晰度的话 因为万宝那次我也那个不在手上了 但是万宝那个嗯 基本上是能达到呃百分百的一个镜面了 那这个的话可能还差一点 但是这个价格性价比来讲嘛 这今好嘛一贯以来嘛就高性价比的这样子一个定位嘛 那反正就是说呃要求的也肯定不能说呃非常高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了这个笔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他有一个 笔顶这个地方吧相当的有层次感 嗯 笔笔顶的这个尖然后跟这个箭头的话就是 呃有一个呼应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就是说每个细节跟每个地方嘛他都需要有一定的联系 那像这里的话这个见能见证就是logo这个因为金豪logo我印象中还是比较多的 呃马车的然后这个字体的话我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印象呢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这种叫什么有点像那个茅台酒的那个是茅台吗 茅台酒瓶的那样子一级一级的那个我忘记那个是有一个学名的 但是我忘记了像那样子一个设计了 然后这个感觉就是说也是很调和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键标的话呃这个反正就是呃很常规了反正就是一个键 然后冲压出来的这样子一个键嘛 然后松紧度的话就呃还ok看一下基本上不会说拿不起来 然后我感觉现在也不是很多人会把那个笔插在口袋上了 因为要去宴会的机会其实今天这个呃这样子一个情况呃也怎么讲呢 基本上不太会那个就不太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嗯话说的话金豪是不是以前很少这种按键的 因为他的呃100的话给我印象太深了 导致我比较少去了解他呃其他的笔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那笔尖的话看一下非常的工整漂亮了 还是说看到这 ok 还是非常工整漂亮了 然后再看上来的话再看下来呢 也是一样就是有点像呃一个刀锋打磨这样子的 就是呃万宝龙四代那样子一个打磨了 那基本上就是可中可阴前面有点斜面的 大家也能看得很清楚 然后中缝的地方的话呃看一下能不能进去中缝的话 你看到人没有什么缝看不到什么缝 那基本上也算是夹得非常紧的工照工上面也是很 ok 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呃也没有看到什么歪间呢 就错位等等问题你看这些摆的都非常正 嗯那整个装配上面做工的话还是很 ok 的 呃一如既往的就是高高 cp 的一个定位了 反正就那反而比较意外就是这个比他是一个悬开的这样子一个稳了 这个悬开的那就完全没办就我一开始的感觉应该是以为差吧 到没想到悬开的这个有点小意外 然后再看一下里面那个吸墨器啊吸墨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终于不是那种捏的那种了啊 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好用很多 然后这个也比较方便我想去用针管去灌那个墨水也可以 对呃或者是说我想说呃直接去洗笔这种也比较方便 而且洗的也比较干净好那大概扯到这了 我们啊忘记了两那个笔的一个尺寸给你们看一下啊 嗯因为我这我利用笔估计不是很多人去买了 然后你看百人14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把帽以后呢是一个 呃12.5左右的所以说拿起来基本上就是说湖口这地方完全是能过的 而且拿起来基本上都是人家的住的那反那基本上就是呃常见的或者是说 基本的一些设计要素或者一根笔的一个数值 它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再下来那还是一样的好久没有做的一个 上墨的一个步骤了我我多久没有给笔上墨了估计都有几个月了 好那还是一样的那 阿比打开然后上一下墨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好就没碰钢笔了感觉都是人都雌雄了就是 呃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是好那个上完墨以后 先擦一下吧按键钢笔的话就是方便就是稍微稍微差一点点就搞定了就不不太容易粘到锁按键钢笔的话使用 就钢笔来讲的话按键钢笔使用性还是非常高 好那我写一下吧那个 866这一次的一个笔尖感觉没有之前那支就跟85那支又不太一样了 应该是F间吧这个 嗯出墨比较大就是打磨起来的话就是 是跟之前好像有点不一样哎这 有点偏那个怎么说呃偏滑了但是没有以前那种就是说刮起来那种动作感的好像是改了打磨方式吗还是说呃有什么看一下哦 但出墨来讲的话很大很稳的而且这次写的话哎呀太久没写字了真的 好像对轻轻的写几下然后我再重点嗯它是按键钢笔吗就是没用没用力的用力的那再反写一下反写也可以啊 反写也ok也没什么大问题啊那出墨的话看一下啊对出墨这次的整个笔尖的话夹得很紧但是就笔尖前面看之前在那个放大镜看的话它夹得很紧嘛但出墨还是比较大那照理来说应该是F间的然后这个写起来的话呃毕竟刚刚上墨嘛那写起来可能是说呃估计要上到插播写到200到300字的时候嘛就是倒磨倒顺 就算了然后到时候那个写感的话应该会非常好了那第一次第一下子这个写感的话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然后再写一次我拿一下圆珠笔对比一下它那个粗细吧 对那这个圆珠笔就对的话就完全是有点就出墨就偏偏大了感觉就是这是有什么用户反馈吗然后搞到这以后就是就打磨还是那个出墨有点呃改变了吗 对那这个圆珠笔对的话就完全是有点就出墨就偏偏大了感觉就是这是有什么用户反馈吗 是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因为正常的话如果是呃之前是那样子一直生产的话照理来说应该不会改的 但这个写感的话就是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还是说因为这只是一个新开发的所以说就完全一种新的感受 但这个估计我觉得要写到200到300字以后就是说这个写感才充分发挥出来但是不像以前金豪那种就是说呃特别是100的那个笔尖了 不会说出墨很大就是不会那样子一个笔尖了相对来讲这一支笔的话实用性呢肯定比那只好很多 但是呃各有各好了这只写起来他就很实用但金豪100的你懂得有那样子一个外观呢我选哪一支呃完全就是呃 见能见智了反正就是比我更觉得就是还是ok的写起来的话反正用起来肯定没问题了呃喜不喜欢这个真的是看个人呢反正就如果是说放在桌上有空来呢就这样子直接用还是很顺手的好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那还是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呃我想我呃下面留言给我吧我这样会回复的那有人再见啊谢谢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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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